杭州古敦路上的浙商财富中心里 有家豪三峰抬球馆 小张说他和父亲在这里做木工 4月29号出了意外 父亲从人字梯上摔了下来 干活中间就是我们那个顶子还没掉好 然后他那个 他里面那个什么桌子都摆好了嘛 就是他走梯子可能说就是 我爸可能说年龄稍微大一点了 然后说有点有点 就是碰到那个抬球桌了嘛 就掉下去了 腰椎摔了那个粉碎性骨质 按照小张的说法 室内摆放的抬球桌 影响了父亲的做工范围 他认为抬球馆有责任 他现在就是这个店老板 就是说第一他一点责任没有 第二就是说工资他也不付给我 我爸受伤当天 他以工资的名义给了我8000块钱 然后后面就是再问他要钱 就是没有了 他就说把我工资结清了 小张说手术家住院费目前是3万多 这半个多月抬球馆没人来看望过 父亲受伤后 他找人去店里做了收尾 承包给他们的木工火已经完工 费用一共10万元出头 除去店家在父亲受伤后给的8000元 还差1万9000多没结 更别提医药费了 你当时签合同了吗 没有 都是口同上面说的 都是口同 对 就是一项一项的 都有聊天记录的 小张出示了他和抬球馆老板的聊天记录 双方的费用结算都是微信转账 比较零碎 属于干几项 结几项 现在负责人不在 好不好 现在负责人不在 请你们放下这个东西好吗 那么电话有没有 要不要给他打个电话 那他打呀 小张说 豪三峰抬球馆的负责人 他们称呼为小豪总 现场通过微信语音联系对方 没人接 抬球馆一位股东出来介绍了情况 我知道一部分情况 但是当天去 我当天送他爸爸到医院里去 然后当天 他说手术费 当天转了八千块钱给他 他说没转钱 这个是客观存在的事情 那么 你发誓说当天没有转八千给你 转了 对呀 那就是了 你募工工资了 那就是了 你看 有聊天就落 那八千块钱算是医疗费 是募工工资 那肯定是医疗费 当天是 没有 你看 募工工资 募工工资 你看 小张出事的转账备注写着 募工工资 这位股东坚持说 这八千元就是医疗费 他还提到 台球馆本来是找小张干活 小张自己叫来了父亲老张 后来我们听说了就受伤了 我到现场我也付了个四百多 这个八千和四百多 都是你们对于他这个医疗费 对呀 对于医疗费 不然无缘无故 无缘无缘攒价 他的活没有进展到80% 款已经付到80% 90%来了 我们他们应该是 他跟他讲好是按进度付费 所以说按进度已经 按比例已经付的差不多了 这位股东解释 小张这边的活只完成了80%的进度 收尾工作是台球馆叫其他工人来做的 装修款自然就结了80% 那你那个你就发誓 你说那个顶你全部做完了没有 你所有的活 收尾的活做完了没有 你就发个誓 你就发誓做完了是吧 对小黄的他跟我现场又对了一遍 我爸受伤是吧 我叫两个师傅过来又收了两天 我跟他有两天就来 我全部给他收完了 全收完了 然后我该做的都做了 看见会发是5月4号 今天多少号 我当时都说了 台球馆的股东也拿出聊天记录 说是在小张父亲受伤后的第二天 他又问了一次这边的活怎么办 催收尾进度 小张直到5月2号才回复 5月2号他说明天买5块4号 剩下的那些东西做了 他回我的 做了没了呀 4月29号一天租金几千块 他两三天之后他回我消息 他说我准备来做了 我耗不起呀 那一天几千块钱房租 你怎么耗呢 现在就连剩下的20%是谁收的位 双方都各置一次 这位股东说 他只知道部分情况 记得希望向负责人小郝总 了解一下前因后果 现场留下了电话 发稿前还没有收到回复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我还没有收到回复 我还没有收到回复 我还没有收到回复